各位观众朋友 我来欢迎加入今天的一五报 您好 我是于晨玄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根据中央气氧局就说了 除了今天东半部跟南部 可能会出现短暂渐雨的状况 但整体来说 全台湾的天气算是很稳定的 商业几率算是蛮高 民众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四天的好天气廉价 因为如此 早上六点之后 我们看到各地开始涌现 车潮了 尤其是在国道一号 跟国道三号的部分路段 塞到时速低于20公里 出现止暴的状况 今天是周周廉价的第一天 人潮大出龙了 我们看到王墾丁的道路呢 在早上七点钟 就已经出现了大批大批的车潮 警方为了保持交通顺畅 出动了空拍机来监测车流 那么开往小琉球的东流线 光是一家船公司 就开了30个班次 小琉球今天的游客人数 预估会破万人 今天今晚我们要带您关心 在新北市这边有一名 印尼籍的看护 前天的时候下午推着 坐着轮椅的老奶奶 到公园里面散步 但是有民众直击到 她的态度非常恶劣 不断地大声对奶奶咆哨 还大力去扯她的头发 还捏下半身 这样暴力行进 让民众看不下去 就赶快录影搜索 PO上网络 对此我们的记者 实际找到了家属 家属就低调地说 因为奶奶没有明显的伤势 但是还是请仲介 把这个看护给带回去 各位焦点 还要带您关心一下 女性朋友真的要 多加的留意了 事情发现在昨天 有个女生在路边 拦了一辆自然车 那么驾驶就要求 她坐在副驾驶座 当时女子没有想太多 就坐了上去 没有想到 司机对她伸出了 咸猪手来狂摸女子的大腿 让她给受不了了 赴了车前之后赶快下车 原本想要记下司机的姓名 但是发现 她的职业登记件 是一片空白 让她怀疑这个司机 早就不是第一次犯案 好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 是在台北的捷运 竟然也出现了一个偷拍之狼 男子被抓到之后 竟然频频装傻 还落荒而逃 坐上去她开之后 就开始 手就开始摸我的大腿外侧 下班搭计程车 却被司机伸出咸猪手 被害女子回想当下 心有余悸 自知过很多次 但是她的手还是 就一直摸过来 她就是突然挥刀 什么情绪不稳定 所以我也只敢拍照 上个月30号晚上7点 被害女子从天母棒球场 来计程车要去捷运站 司机把后座车门锁上 叫她做副驾驶座 女子不宜由她上了车 没想到司机却伸手摸她的大腿 女子大声喝止 但司机仍持续骚扰 15分钟的车程 就摸了超过10次 无奈之下 女子记下车牌 到京居申诉 也说会够到底 不让这名司机再犯案 不过类似的性骚扰案件 其实常常发生 女子气氛PO文 在捷运中校复兴站的 手扶梯上 被人拿手机偷牌 裙下风光 质问对方 她先反驳 最后拔腿落跑 在手扶梯 我其实有点怕她推我 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也不敢去 用我的手去拦住她 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 警方建议 尽量在事发当下 就大声呼救 可以的话 拍下影片或照片 保留证据 并到警局提购 千万不要姑息 谢谢无上线 张艺台北采访报导 我们带你关心一下 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登上了中共国庆晚会 现场我的祖国 引发了广大争议 不少人炮轰她 是为了帮着中共 来当统战的样板 前段表演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带你来看到 娜娜她的独唱部分 歌词这两句 巧妙地避开了政治性 其实她有唱到祖国 等字眼的段落 都是远景带过去 而她全程的对嘴 而且独唱七秒钟而已 背后表情看起来很深意 只有一个特写镜头 这个后方的荧幕 中国的景点出现的描述 都比娜娜的特写 还要再更多 另一个登台艺人张晓涵 跟欧阳娜娜一样 名字后面都被标注 是来自中国台湾 现在面对争议 持续的延烧下去 欧阳龙针对她女儿的行为 没有回应 只说 改天再说吧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 中国的大内宣宣传过头了吗 由于最近两岸的情绪非常紧张 在国内的不断的讨论 如果解放军攻台 国军到底可以抵抗多久时间 想不到中国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给了一个答案 环石自称访问了一个 台湾退役的老兵 他说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他叮嘱自己的儿子 要一枪杀了 要他是冲锋阵线的长官 甚至还表示 他儿子的脸上 有一半的人不会写字 如此夸张言论 马上惨被打脸 中国现在面临内忧外患 共产党的内斗传闻 也没有停过 邢金平他自己处在 风口浪尖上 昨天出起了 烈士纪念会活动的时候 被发现 默哀的时候 有一幕是低头猛扎眼睛 被说好像是在努力 想要挤出一点泪水来 后方另外一个与会人士 不断的拿着花在把玩 转动这个手中的菊花 也被批评的 根本不是诚心诚意在悼念 另一方面我们带您看到 上个月在北京举办的 全国抗击疫情表彰大会上 众人排成一个巨大的环形 来合影 让中共的党校退休 教授蔡霞就批评 说习近平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会遇到这个染疫的风险 才让大家排成一个怪异的形状 炮轰习近平的个性 非常的怕死又很自私 现在整体看下来 他的确是四处放火开战场 包括跟美国的南海分间 跟香港之间的关系 硬推国安法 看到中国跟印度的边界 频频擦舱走火 更不要提到最近共鸡 频频扰台 专家分析 习近平是刻意要制造危机 想要化为动机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万一失败的话 恐怕会失去一切 包括他自己的性命在内 说到习近平他的地位 到底稳固还是不稳固 当然他自己也非常担心 现在中国的问题专家张家敦 就提出了一些见解 我们带您一起来听 我带你来关心 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会 总算是落幕了 有传言说 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疑似作弊吗 又拜登先前拒绝 川普团队的提议 辩论会前的检查 身上有没有装设电子装置 因此令人起了怀疑 在网络上面 有各种模糊的影片跟截图 疑似是拜登 佩戴了隐形的耳机 跟高科技的隐形眼镜 真的吗 我们带你来看 这位是美国的历史教授 他叫李奇曼 在1984年的开始 会预测总统大选 近40年来 从来没有看走演过 他成功预测了 九届的美国大选结果 这次他预言 拜登要胜出这次大选了 对此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分析 如果拜登胜出 恐怕会重回 美国是亲中的角色 跟侵蚀日本 中国政府最近是强力在打压宗教 这回把手伸到了古典音乐上了 发布了一个新的规范 要有这些老师把宗教音乐 从教材里面移掉 否则还说后果自负 引起网友不满的是 这音乐家贝多芬的欢乐送 也被定为是宗教歌曲 为了在中国可能没有办法再听到这首歌了 之前屏洞88快速道路 发生了一起恶意逼车引发的车祸事件 类似的情况竟然在桃园再次上演 好 时间是在凌晨一点左右 有货车司机变换车道超车的时候 货车的左后方擦撞到了行驶中的重型机车 导致骑士整个人摔在马路上面 但是货车司机没有道歉还跟重机的骑士 起了口角 详细资讯有联系记者廖伟红 好 带您关心一下香港的最新现场情况了 好 今天是中共的十一国庆 但香港网络人发起了十一国商的开花集会活动 呼吁支持者在湾仔跟旺角这边来集会活动 表达诉求 好 港警加派6000名的警力待命 目前有水报车在待命当中 好 担心有着激烈的抗争活动发生 那港警已经两次的举拦期了 目前现场什么样最新的情况吗 赶快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周怡德 好 主播 好 主播